恭請總統講話 大會主席韓國瑜院長 蕭美琴副總統 佐榮泰院長 土阿魯代菲利總理閣下抗力 來自友邦和友好國家的慶後團團長 還有另外貴賓 現場以及收看電視和直播的國人同胞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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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齊聚一堂 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一起為今天美麗的台灣喝彩 迎向明天更美好的台灣 一百一十三年前 一群充滿理想抱負的人 揭竿起義 推翻地制 他們的夢想是 建立一個民有 民智 民想的民主共和國 他們的理想是打造一個自由 平等博愛的國度 然而 民主的夢想 曾經在熊熊戰火中被吞噬 自由的理想 常年在威權統治中被侵蝕 但是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七十五年前的古零頭戰役 六十六年前的八二三戰役 我們不分先來後到 不分族群你我 守住了台澎金馬 守住了中華民國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四十五年前的美麗島事件 以及前前後後 一連串的民主運動 一批批同樣懷有民主夢想 自由理想的人 無謂犧牲 前撲後懼 用生命推開民主的大門 一百多年來 人民想要當家做主的願望 終於實現 各位國人同胞 中華民國 曾經在國際社會被驅逐 但是 台灣人民從未自我放逐 台灣人民在這塊土地上 便手知足 但 當我們的朋友 遭遇天災為難 面臨百年大逸時 我們毫不遲疑 身手援助 台灣Can't help 不是口號 是台灣人民 愛好和平 與人為善的行動 過去 台灣人民 用一腳拍手 照片轉世界 開創台灣的經濟成就 現在台灣科技 運用一顆晶片 驅動全世界 成為繁榮發展的世界動力 台灣人民多元無懼 我們的尼菲亞 是世界防後 台灣人民 勇敢無謂 台灣的女兒林玉婷 是世界權後 十七歲的蔡雲榮 用她沉穩的雙手 奪得世界第一的目光榮耀 二十歲的陳思源 傳承了父親的記憶 勇奪冷凍空調的世界冠軍 新一代 台灣製造的年輕人 再一次擦亮台灣製造 Made in Taiwan的招牌 我要感謝 一代又一代國人同胞 同舟共聚 風雨同行 現在 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民族自由 在這塊土地上成長茁壯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 更要向全世界開支善業 迎向未來 各位國人同胞 我們度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戰 中華民國始終屹立不搖 台灣人民始終堅韌不移 我們深知彼此的立場 有所不同 但始終願意包容彼此 我們深知彼此的意見有所奇異 但始終願意攜手前進 從而鄰居成為今天中華民國台灣的樣貌 身為總統 我的使命是維護國家生存發展 團結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 並且堅持國家主權 不容侵犯並吞 我的使命也是 保護全體國人生命財產安全 堅定落實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強化國防 跟民主國家肩並肩 共同發揮克服力量 靠實力 確保和平 讓世世代代皆能安身立命 我的使命更是照顧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生活生計 積極發展經濟 擴大投資社會照顧 並且讓經濟發展的成功果實和全民共享 然而 國家的挑戰未成間斷 全球的挑戰也正是台灣的挑戰 全球氣候變遷 衝擊世界的永續發展 突如其來的傳染病 衝擊全人類的健康與生命 而威權主義的擴張 也在在挑戰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威脅我們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因此 我在總統府成立了 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 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 以及全社會防衛潤性委員會 這三個委員會 環環相扣 都和國家任性息息相關 要打造更強潤的台灣 積極應對挑戰 也加深台灣和國際社會的合作 我們要強化台灣 因應極端氣候風險的調適機制 更會持續推動 第二次能源轉型 確保電力穩定供應 並透過發展多元綠能 深度節能 以及先進儲能 來穩健邁向全球 2050靜靈轉型的目標 我們要有效防堵國際傳染病 並且提升國人平均一命 降低不健康年數 以及落實建醫療平權 讓人民健康 讓國家更強 讓世界擁抱台灣 我們更要提升國家整體的國防 民生 災防 民主 四大任性 台灣人民越團結 國家就更安定 台灣社會準備越充足 國家就更安全 台海也更和平穩定 台灣有決心自力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 成就全球的安全和繁榮 也願意和中國共同應應氣候變遷 防堵傳染病 以及維護區域安全 追求和平共榮 為兩岸人民帶來鬍子 長期以來 世界各國支持中國 投資中國 以及協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國力的提升 無非就是期待 中國一起為世界帶來貢獻 對內重視民生 對外維護和平 當前國際緊張情勢不斷升高 每日皆有無數的無辜人民 死傷於戰火中 我們希望中國 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 能夠發揮影響力 和世界各國共同努力 結束惡物戰爭和中東衝突 也和台灣一起 承擔國際責任 對區域和全球的和平 安全與繁榮 做出貢獻 在國際情勢 越混亂的時代 台灣將更沉穩 是以自信與茁壯 成為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的力量 我相信 一個更強大的民主台灣 不只是兩千三百萬人民的理想 也是國際社會的期待 我們會持續壯大台灣 推動跨領域的經濟發展 台灣的經濟實力 不是奇蹟 而是全體國人的共同打拼 我們要以創新經濟 均衡台灣 包容成長為目標 把握世界趨勢的變化 繼續站穩 全球民主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未來 除了五加二產業創新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外 台灣的半導體 人工智慧 軍工安控 以及次世代通訊的五大信賴產業 會更加蓬勃發展 佈局全球 我們同時會推動 中小微型企業的轉型發展 行銷全世界 各位國人同胞 我們也會持續落實跨區域的均衡台灣 明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對於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補助款 以及普通統籌分配稅款 大幅增加八百九十五億元 總共達到七千兩百四十億元 創下新高 同時在治水預算上 比今年度增加一百五十九億元 總共達到五百五十一億元 來協助全國各縣市 因應極端氣候的挑戰 我們也會加速提升全國路網的安全 打造以人為本的交通環境 同時我們要完善捷運網絡 串起北北基桃首都生活圈 也要進行桃竹苗大矽谷推動方案 打造串聯南北的中部科技聚落 啟動智慧科技大南方產業生態系推動方案 我們也會加速推動東部交通路網和安全 讓東部的鄉親有幹安全回家的道路 並且要加強離島地區的基礎建設 提升生活品質和觀光能量 各位國人同胞 我們更要落實跨世代的照顧人民 年輕的爸爸媽媽 我們會繼續推動 0到6歲國家一起養2.0 並且更進一步 我們已經增加托育費用補助 也會提升幼兒園的服務品質 孩子是國家的未來 政府有責任幫忙照顧 各位年輕同學 我們會繼續落實高中職免學費 持續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的學費 更進一步 我們已經成立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 年輕朋友的夢想 政府有責任幫忙圓夢 各位青壯年朋友 明年基本工資會再調升 租金補貼戶數也會再增加 我們會擴大社會投資 在生活工作居住健康 富老西幼等面向 提供更多的支持 千壯年朋友的家庭負擔 政府有責任幫忙減輕 全國的阿公阿嬤 每年台灣就要邁入超高齡社會 我們會提早啟動長照3.0 逐步落實慢性病防治的888計畫 我們也要成立百億癌症新藥基金 推動健康台灣生根計畫 並且強化社會安全網 加強弱勢照顧 以及落實對青壯世代等各年齡層的 心理健康支持 來具體實踐全人 全靈 全社會的照顧 我也深深知道 大家最在乎的是高房價的生活壓力 最深惡痛絕的是詐騙橫行 我要向國人承諾 執政團隊不會迴避這些問題 即便得罪特定團體 也在所不惜 我們會加強打炸的力道 加快打草房的效力 我們會擴大租屋主的照顧 平衡販屋主的需求 實現居住正義這一條路 我們會一起走 我們會一起走 繼續走 今天 陳水扁前總統 蔡英文前總統 以及不同政黨的領袖 都來到現場 我要感謝各位的參與 這代表著國家一代又一代的實力累積 也代表著台灣多元民主的價值與意義 國家要團結 社會要安定 感謝近期韓國瑜院長和卓榮泰院長 開啟朝野的合作 將促成朝野黨團會商 民主國家的政黨 對內競爭 藉由競爭推動國家進步 對外團結 爭取國家利益 無論我們來自哪一個政黨 無論我們主張什麼政治立場 國家利益 永遠高於政黨利益 政黨利益 永遠不能夠凌駕人民的利益 因為這正是創建中華民國的先烈 拋頭爐灑熱血所秉持的精神 這正是衝破威權的前輩 犧牲奉獻追求民主 所帶給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啟示 也正因為如此 我們今天才會不分黨派 不分你我相聚於此 我們大家 不論喜歡稱呼我們自己的國家 是中華民國 是台灣 還是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都要有共同的信念 我們捍衛國家主權的決心不變 我們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的努力不變 我們希望兩岸對等尊嚴 我們希望兩岸對等尊嚴 健康有序對話交流的承諾不變 我們世世代代 守護民主自由生活方式 堅持不變 我相信 這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共同夢想 也是台灣社會與國際社會共同的理想 台灣人民越堅持 全球民主就越堅韌 台灣人民越堅韌 全球民主就越堅持 中華民國加油 台灣加油 不分彼此 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主席恭請總統至貴賓席 謝謝